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港人港市 我剛才看到新聞,輕姐說7月或8月有佔中的運動 我不是說潑冷水還是怎樣 我的立場是支持任何爭取真普選的運動 因為我們香港人是一定要有真普選的 我們香港人是一定要有香港的議會 否則我們香港只要落後於新加坡甚至其他國家 爭取到真普選的活動我都支持 佔中我也會支持 但至於佔中7月8月佔中我就有保留 佔中這件事說了很久 我們香港人初初都熱衝後變成冷淡 但也要多謝很多官員出來撥火 現在香港人又熱衝回了 我在遊行時看到一句Banner說得很對 就是香港暴動一定要多謝中共 如果沒有中共去撥行白火 香港是絕對不會暴動的 至於輕姐說7月8月的話 其實我們也看到有一群遊行的學聯 有一群學界有一群市民 在遊行後坐在遮打道那裡 抓了511個烈士 不要說是烈士 一群的異士 第一件事 其實他這樣做我覺得是有少少殺雞儆猴的感覺 他想告訴你香港政府一定執法一定抓你這群人 但你們不需要做這些行動 但你也要想一想 其實香港政府有些事做得不好 該狠的狠 不該狠的就不狠 譬如像你這群佔中這群人 若果你真的想帶個訊息給別人知道 我們香港政府堅決反對任何佔中 任何公民提名的運動 你不應該只是拘捕他們 你直接封了那裡拉走 但政府做出來的感覺就好像拖泥帶水 有些對他們有些軟手腳 可能政府是不想得罪民意 但你這樣做只會激發更加多人出來戰衆 因為政府 政府你不只是拉拉鎖鎖 政府你應該去聽 還有要多謝梁美芬 梁美芬的八婆也是少說少錯 你這麼喜歡說廢話的 你真的死在一旁 立法會不是讓你說廢話的地方 搞什麼自願君 搞什麼義勇君 你瘋了嗎 你是不是傻的梁美芬 你是不是吃了老鼠吃得多 我瘋了老鼠 什麼自願君 什麼義勇君 香港政府 你想香港政府搞你是不是瘋了 我不明白他做到議員 你連香港人最主流的民意 你都不清楚 我們香港人在想什麼 你都不清楚你做什麼議員 你辭職梁美芬 搞自願君 你這些跟大陸 你跟人大說 或者人大會拜你的 但你跟香港人說是沒用的 你更加多人想你 去踩你政府台 去拆你政府 所以 阿依依說得對 你中國共產黨用一群沒用 用一群垃圾的建制派 說完那些狗不答白的東西 更加激到香港人跳起 更加令到更加人上來抗爭 有一個人說挺好笑的 他就說 如果香港真是有一群反戰中的戰軍的話 梁美芬第一個要做軍技 你真是去勞軍梁美芬 你說那麼多廢話 是不是 真是完全立倫殺 你說完那些言論 我相信 我相信 如果梁正英在任內的話 她說過一定要鎮壓 我相信有一天 她真的會出解放軍鎮壓 但是 我們香港人是不是也要龍女雞作反呢 我相信也會有一些左膠 會參加一些所謂的志願軍 但是那些左膠被人洗一路 我說什麼都不會聽的 但是我反而想跟香港警察說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看 香港警察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真的很想跟你們說 大家都是香港人 其實我都明白 我都明白你們很慘 因為你們身兼 就是肩負著你的政治任務 但是你也都 大家都是同鄉 大家都是在這個地方長大 大家都是喝同樣的水 喝同樣的奶 吃同樣的東西 追同樣的巴士 坐同樣的地鐵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有感情的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之下 我覺得我們是有緣份的 我真的希望 如果香港警察 你們再面對一群有熱血的學生哥哥 你不要那麼粗暴對他們 我看到你們有屈手啊 有撕臉啊 我看到我也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認識的香港警察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香港警察是跟你講道理 而不是去欺負你 不是去打壓一群 有一群熱血的學生 尤其是一些高官啊 那些什麼真偉雄 死篤英那些聽著 你若果你現在這個時候 跟我們香港人作對 若果有一天香港人真是當家作主 我們香港人真是有我們全民的議會 這個議會真是民選出來的時候 曾偉雄啊 什麼梁振英啊 什麼那個老妖婆呢 那個老處女叫什麼 那個梁愛詩那個老處女啊 我們香港人一定會用我們的議會去判決你們這些背叛民主 背叛香港人的罪犯 因為你們出賣我們香港人 你們出賣香港 我們都是那一句啦 我們香港人不需要多過慈禧太何 更加不需要李鴻章 我們不需要梁振英不需要林鄭月娥去為我們香港人出賣我們香港人的本土利益 我們要的是拿回我們香港人應該有的權 我們重掃我們香港應該有的繁榮 我們香港並不是中國的二流城市 我們香港擔任的角色是跟英聯邦和中國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我們面對著兩大個陣營 我們面對著兩大個國家 我們有我們自處的角色 而不是梁振英不斷去矮化我們 告訴我們我們是中國的二等城市 我們要接受中國的支援 我們要聽爺爺說我們不是這樣的 香港人記住我們不是奴隸 我們是一個很特殊的地區 我們贏過一些國家 我們跑贏過國家 我們跑贏新加坡 我們是國際的第三大金融中心 我們是否真的要屈服在中國 屈服在極權之下 香港人是否這麼沒骨氣呢 像彭定康華澤 他很驚訝香港商界 居然沒有人出來說一番說話 阿姨跟我說過一番說話 棄子無情 但我覺得從商的人更加無情 因為從商的人永遠都跟你說錢 他不會跟你說心 亦都不會跟你說任何感情 這班商界就是這樣 中英聯合聲明並不是中國和英國的 我們香港人都應該去參與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沒有香港人參與 其實這份條約是不平等條約 如果英國人都不幫我們出聲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就要站出來替我們自己出聲 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城市 香港是我們的家鄉 香港是我們的根 香港是我們的母親 若果我們都不去救我們的母親 若果我們都不去理我們的根 我們都不去補壞我們香港 由誰去幫我們呢 由美國 英國 還是中國 這三個國家根本就不可信 到最後都是要我們自己的香港站出來 跟全世界人說 我們香港人是有骨氣 我們香港人不是很欺負的 我們香港是站在對抗這個極權的前線 我們要得到世界的支援 我們不是要世界幫 但我們希望世界為我們出一口氣 支持我們 告訴我們 你是跟我們在一起 你是跟我們在對抗一個極權的國家 我們的戰爭已經打響了 我們亦都不會跟一些所謂的極權國家 所謂的惡棍去談判 我們用我們的能力去結束這場戰爭 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人 我們香港人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ETV 支持我們ETV 即是告訴全世界人 你們在支持新聞自由 你告訴全世界人 我們香港人是草來的 你燒原來我們又會生出來 我們一定要保衛我們的價值 保衛我們的獅子山精神 多謝各位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節目再見 我們今天的注視ser